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維基溫課程影韻檔簡介 本課程授課的對象呢 是本校資傳系一年級的學生 本系的學生生源來自於不同的學制 有普通高中、中和高中、高職工科、高職商科 那麼由於高中指學制的不同 他學習數學的內容本身就有差異 再加上學生數學能力個別差異又很大 導致於在教學上除了必須考量縱向銜接與橫向聯繫以外 尚需重視就有教學 尤其是程度特別差的人 甚至於必須要做個別教學 因此本課程在教學上呢 就採用了音價學習的模式 在教學跟評量的過程中呢 隨時調整音價的ZPD 也就是所謂的最極發展區 那麼以他的ZPD兼具來衡量他的學習能力 並做整段的教學 那麼以提高學生學習的意願 那麼這個實施了四年 有一點點的成效 我們可以從S、P S就是學生P這問題 S、P曲線 就可以觀察出 學生從音價學習的模式上 有顯著的進步 那麼本課程的科目教學目標呢 有下列五個 第一個 增進學生為積分的基本概念 還有程序性的知識 也就是說 他每一個階段的步驟呢 的概念呢 的連結 對學生來講都很重要 我們都非常的重視 也希望他在這一塊呢 能夠著謀加強 第二個呢 引導學生具備基本應用數學能力 因為我們是資訊科技學院 所以數學的基本應用的東西呢 在相關的科目上面呢 有時候會用到 所以我們第二個重點 就是引導學生具備基本應用數學能力 以配合相關科目的教學需求 第三個呢 能夠從微分跟積分的基本概念中 找出概念跟概念間的關係 第四個呢 能夠利用微分與積分的公式 計算與判斷 特別強調計算、判斷 計算與判斷 各類提形的實體 要求他在計算跟判斷方面 特別加強這一塊 第五個 能夠利用微分跟積分的基本概念 判斷跟解釋函數的圖形 因此我們在期中期末考試 甚至於小考的時候 我們特別在函數圖形上面呢 提出很多的思考問題 讓學生去判斷 以上所講的就是 本學期為積分 配合學生的學選能力 所做的 所設計的內容 以及所一定的目標 謝謝